去年12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之后 他的妻子成都红会党组书记屈松之也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 期间有关他靠李春成上位并且涉嫌腐败的传门是层出不穷 昨天记者从成都市红十字会获悉屈松之已经被免职 但官方并没有披露免职的原因 据了解在李春成接受纪律监察部门调查后 屈松之一直在家养病 坊间传言称屈松之目前也正在配合纪律监察部门的调查 据《新京报》报道 屈松之在2003年其丈夫担任成都市委书记之前 是成都某医院普通工作人员 到2008年汶川地震以前 已经被提拔成为卫生局科技处处长 在地震之后 其被调任成为成都红十字会副会长 2009年11月担任红会党组书记职务 主持红会工作 2010年2月 54岁的屈松之当选为市红会常务副会长 成为当时成都市新晋的年龄最大的副局级干部 成都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 屈松之在红会四年时间里经常缺勤 2012年 他两个月才来单位一趟 据介绍 屈松之的人事关系 工资关系 党组织关系 一直没有转到红会 对 谢谢大家